大家好,这里是在新西兰生活的中国制造机首歌 刚刚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点 就是关于为什么中国人很多时候和外国人都不待见 那有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像我今早之前一个视频录制所提及的那样 就是关于中国人经常忽略的一个心理问题 其实我们看啊 就是人在社会当中 当我们和人和人之间发生 比如说不能说冲突吧 就是在在这个交就是互相交往的过程中 其实解决这个就是发生一些问题以后 解决问题一般都是从两个面去触发 一个就是从自身的心理状况 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哲学 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观 那经常我们就会说啊 老外的三观我们不能接受 或者怎么怎么样 那就是这里面有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我们以这个公司举例 那现在在中国上班的外国人有很多 也有些中国老板去雇用一些外国员工 那我们就举例 那当外国的员工在一个公司里上班 他觉得他在公司不开心啊 或者就是说他受到待遇不公平啊 或者受到某种压力 他的第一反应是以自我为中心 从自己的心理 他觉得我在这个公司继续这样上班下去 那我觉得不开心对吧 那我觉得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 那所以说我可能会去考虑去其他的一个公司 甚至就是说我的行为或者就是说在一些中国公司的压力 我的行为不受自我控制 他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他更多是从心理问题 自我的心理问题出发 然后去去衡量这个工作 而中国的文化不一样 我们更多的是从哲学观观点 那比如说我们会讲究奉献啊 会讲究这个自我牺牲啊 或者是讲一些大道理 这些观的不管这个大道理是怎么说 他其实都归类为一个哲学观 或者就是说生活的价值观 对吧 那当这两个观点 如果大家就是说发生问题 从这个不同的出发点去考虑问题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是鸡同鸭讲了 当你跟他讲一些很美好的三观或者哲学观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他会觉得他的心理受到更大的这种心理压力 明白吗 他会觉得你讲的所有东西都是让他觉得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让他会觉得更多的不爽 明白吗 这个时候他本能处于心理的自我保护 他就是去排斥你的 他就是去排斥你的 那当然了 如果你他跟他的老板一直讲他的心理不健康 他觉得公司压力大 那你说他说谎了吗 没有 其实他说的是对的 但是你老板如果站在这个哲学层面去理解他的话 就会认为他是一个没有担当不负责任的人 明白吗 所以说这两个系统完全是不兼容的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个道理的话 那很难去跟这些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是很难去跟他去沟通的 明白吗 这个是一个本质性的区别 所以说在我们看来比较高贵的东西 比如说隐忍啊 坚韧啊 这些东西给自己压力啊 承担压力啊 那这些在西方文化里来看都是非常不健康的 那我来下面具体说说啊 就是这两种方式表现出啊 在还有一些社会哪些其他方面表现出来比较明显 那就是说啊 我们经常现在流行的就是说博同情心 对吧 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在社会上啊 情侣分手啊 然后都会觉得对方怎么怎么不对啊 怎么混蛋啊 然后我为他付出付出多少啊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啊 一个中国人的这个行为 都是站在道义的角度上 希望得到啊 环境的支持和理解 就是就是一种哲学观 那我的三观怎么振 我怎么怎么付出 对吧 然后这个都是可以去得到社会的认可的 这个是在中国的一个社会 那在西方的话 那对方怎么说呢 如果你在西方去说这些话题的话啊 对方西方人一般都会回你去 oh that was your choice 对吧 就是说这都是你的选择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去啊 抱怨呢 对吧 那这个在他们来说是博不到同情心的 那在西方我跟你说 有个很经典的博同情心的方法 我说句实话 他是从心理角度去博同情心的 那他会经常会啊 跟大家说一些自己的病史啊 比如说我有这个 忧郁症啊 或者就是说 焦躁啊 或者打个比方 就是种种种种的 他这个就可以得到西方人的认可 因为对方会觉得 你是一个心里有疾病的人 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多给你一些空间 让你觉得更少一些压力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讲的一个最大的不同 如果希望广大的小伙伴们能够理解 如果大家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 很多问题很难沟通 好谢谢大家 拜拜